那我們要做輸出的時候呢 我們再往上看一下 它有一個叫做導出 在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導出 導出的部分就是輸出影片 那我們來這裡 點開 你會發現它有很多種輸出的方法 你可以變圖片變視訊 那這兩個都是完全免費的 因為它有付費版 它也有付費版 那變成視訊是完全免費 包括剛剛的那些剪接功能 那麼如果您要輸出的是屬於 就是像HTML5 或者把它變成PowerPoint這樣子的 就反推回去的 那這個就是輸付費的 那麼它軟體沒有分 除了付費版跟免費版 只有什麼 同一個版本 就是需要打率不一樣 可是它沒有時間限制 也沒有功能的完整的限制 也就是說這些功能 你看這個也用 可是它會幫你加一個浮水印 就是他們公司的LOCAL在上面 如果你有用到付費功能的話 所以這個應該老師 也應該還可以接受 就是說至少 你用到就缺功能這樣子 然後沒有時間限制 那我就把它先變視訊 從這邊輸出一下 那預算它就是NP4 就是NP4 所以其實按下確定之後 它就開始把你把它變成NP4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雖然沒有介紹我目前正在錄的這個 其實我現在正在錄的更簡單 只是說因為剛開始老師要開始用的時候 可能多多少少會需要檢測一下 難免會有一些出錯 那所以您先從這個Elevener開始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等到您覺得比較熟悉 而且要更快一點點的 就是出誰的機會比較低的時候 然後你就一次錄影到底的結束 那這樣是最好 這樣回家老師就沒有額外的功課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忙 OK 好 那我這一段就先到這邊了 非常好 非常好 還有 那 тоже